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现在因为大家都不能动 所以这个对美国社会影响是非常大 从我个人的生意上面来讲 基本上现在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生意都做不了 近日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蓝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 美国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冲击 但尽管困难重重 许多在美华侨华人仍捐款捐物 用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当地抗议 当地华人组织各种各样的组织 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渠道 向主流社会做捐赠活动 然后当地的中国餐馆 大家都是主动的给消防队员警察 发一些免费的食餐 让他们能够更好来做第一线的工作 很多的当地的华人 还会到老人院去做义工 给他们捐口罩 然后帮助他们 蓝靖表示 在此期间 中国驻美使领馆也向当地政府 及时捐赠防疫物资 并为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抗击疫情 提供了帮助 我们领馆通过当地的侨团组织 给每个咱们当地的华人 都提供50个口罩 向俄勒冈州政府捐赠了口罩 提供给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及时地为他们解决了应急的问题 军军山领馆的教育组 跟我们当地的留学生 一直建立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就是随时告诉他们国内的情况 然后而且给他们发一些健康包 特别是关于一些留学生 主义回国的事情 告诉他们航班什么时候可以起飞 然后具体的怎么回去等等 所以这方面 领馆做的工作是非常细致 目前美国很多州 已经陆续开始重启经济 对此蓝靖认为 经济重启应建立在疫情 已被有效控制的基础之上 而目前美国疫情防控情况 并不乐观 现在很多州 不管这个社交距离 这些问题 口罩都不戴了 然后就是一起聚会抗疫 但最近报纸上报了 就很多抗疫的地方 它的疫情又复发了 我觉得现在美国 说实话跟中国的经验相比 还没有到能够复工的这种情况 从美国这个州级来讲 就所谓的这个测试 还不是像国内这么普及 检验没有 然后很多人不太愿意戴口罩 然后又有这种隐性的 这个潜在的传染 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碰面 复工还是要有很多的问题 蓝靖认为 中国在防空疫情方面 有很多经验 值得学习借鉴 而美国一些政客 却选择视而不见 实际上中国因为是第一个受到疫情影响 对中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实际上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比如讲戴口罩 比如讲说对病人的追踪 这些做法 以人的生命至上 应该很好地向中国这方面学习 美国现在还将近十万的死去的人了 而且它总的形式来讲 还是没有控制住 但是美国现在一些政客 它主要是做一些政治上的操纵 所以它不太愿意接受 作为海外华人 我们能做的 就是说要跟主流社会一起 向他们解释 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做法 以理性消除偏见 因为总的来讲 国内情况是越来越好 现在美国全球都在看 中国处工复事是怎么做的 然后这个给大家也提供了希望